你好,我是TAMMY 下面要为各位介绍就是 我们奥斯特价站平台这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功能 还有它的一个简单的操作 各位可以看到,如果我们选择所谓的急速健站 那就是可以来他们的管理界面上挑选的行业 譬如说,假设我是卖衣服的 今天挑了一个卖童装的板子 那假设我觉得这个板子还不错 喜欢的话,我们就用使用一段 确定 那当然如果说你之前有限资料的话 就要特别小心 那选了板子之后呢 这个是电脑板在用的板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手机板的部分呢 因为它是把手机板的部分切开来看 其实两个板子是完全分开做一个规划跟设计 但是呢 商品 商品跟文章的部分 是可以共用的 那我们要怎么编辑呢 编辑资料的话 它这边会有一个后台 后台里面一般就是我们要管理商品 做一些商品的一个系统的设计 那当然它里面 范例里面的商品 你觉得不好用 做何用 就把一个商品就好了 那再来文章呢 文章这个就比较像是 就是部落格的一个功能 就是如果新的讯息要发布 那图车就是类似一个图片的一个展示 那其他功能就是一般 企业网站或者勾网站常用的功能 那要注意的是 因为我们这个是以大陆平台的东西 那如果以台湾要用的购物车的话 那我们这边会帮你把这边的购物车拿掉 然后到未来会帮你把那个民端购物车 可以结合台湾物有部分整合进来 好 那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编辑 什么编辑呢 像这个是前台的页面 它这边就附有很多的图片跟内容 它这个是属于区块式的 比如说我把滑鼠过来 比如说我想要把上面的这个栏目 我们栏目就是所谓的页面的一个抬头 那就可以来这边管理 那管理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们 比如说换个名字 就可以直接改 那当然一开始我们 比我们台湾商家的需求的话 应该会需要用到多国语 或者说我只需要那个 那个繁体版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系统的设置 那系统的设置 那系统的设置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 网站里面的版本 因为它预设只有简单 那如果说以我们的需求 台湾商家之后来讲 那我们就把这个版本中文打开 然后设为默认 那这样你在编辑的时候 那你的网站的前台 写出来 就会都是以繁体为主 然后那个英文就看你需不需要 简单来说这个网站平台 就是可以使用多国语言 只要你使用的是中级版 或高级版以上 你就可以同时拥有不同语言的 一个前台来切换 那怎么一个切换方式呢 那切换方式就类似 我们那个大陆的姐妹公司 这个好事特的这个网站 比如说它预设的话 它会 我们这个是 因为这个战是以大陆为主 那它右上角就会多了一个 繁体的切换 那当然繁体的内容呢 你就要自己去建立 跟做一个版型的规划 那手机版也是一样的 你在规划繁体的版型跟那个 简体的版型的时候 那就是完全切开的 比如说 我目前看到的这一个 繁体的一个 它有很多区块 那假设 我想要切换简体也是可以 那这边的内容 就是一样要在那个 后台那边去做一个管理 那当你在建立 那个商品的时候 或者文章的时候 你就要先切换好你要的一个 一个语言版本 再进到里面去做一个 建立商品跟编修的动作 那你所编修的就是那个语言 它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琴台 那这个像这个 那各位目前看到这个版面 就是繁体版的琴台 那如果是 解体版的琴台就像这样 好 区块来讲 一般就是图章 或者图文 或者是那个 很多商品的功能 那手机版也是一样 它这个功能就是 满 满灵活的 基本的像这样 好 那 假如我们把雨季 我们要的雨季 就已经设定好 的话 那我们就 一样就回到我们 图章的一个设计 好 那刚刚有提过嘛 除了说 网站会的后台 那针对这个前台的部分 我们可以编辑 譬如说像页面的选担 页面的主题 然后一个区块 一个区块 像譬如说这个 编辑的东西 像这个叫横幅 那就是一个很大张的一个 一个图片 你可以编辑 那一般来讲 编辑就是你要做一个 跟它一样的图片 来把它 自换掉 这边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图片是多少层多少 长的 长层宽 多少像素 这样 这是针对前台 它性格的一个 那个 反应上的一个内容 像你同专堂的面试 那当然你也是要考虑到 版群的问题 最好是你有自己的图片把它拾环掉 那潮流搭配 潮流搭配这个 当然 这个月面的主题 这个名字是我们可以自己做 编辑 这个 这个 商品图片的一个排列 因为这个版权它是 那个 破坏 所以说是商品图片的一个排列 所以说是商品图片的一个呈现 好 那手机版的话 它这边有一个预设的版型 那假设我想换成另外一个 那很简单 那你只要刮手 到这个右边 譬如说 我想要把它换成 这个 换成这个 然后点选它的一个色系 就是说你的内容 还是一样这些图纹内容 但是你的整个版面的配置 但是 一些 铝色啊 相关的 它就会 变成这个版型的位置 譬如说 蠻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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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现有的商品内容 跟文章是 不会有什么 更动 就是说你把这个 版面的配置 那这是 版面的那个部分 在栏目就是整个页面的 上面的那个 选单 页面的选单 这边一样 可以做一个 设备 那服务就是说 我下面可能有 有什么 连续商家订单啊 收藏 什么 但是系统 系统就是像一些 标题啊 按钮 要不要隐藏 要不要要那个 所以我们 手机版的那个配置 就是像这样 那假设呢 我们再回到那个 网站设计这边 他这边有一个叫网站设计的意 就是说假设你 比较熟悉这些 网面语法的一个 东西的话 那你也可以设计说 我是要这样的一个排列 那当然这个就看你的 动力 如果说你这方面 你很爽 那你可以尝试 不要使用急速健在 而使用 像这样的一个配置 那当然你的版面 就可以做到 很明显 那当然好不好看 就看 看个人的观感 还有一个需求 这边还有一个版面的样式 那我们的设置等等 好 那我们这个 老师特驾站平台的介绍 先介绍一下 谢谢您 谢谢大家